來就我來等於是帶回報告 我們整個有機生態環境建構的研究 在這一兩年當中所做的一個部分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主題 因為有機農業不是純粹只有在做生產的 有時候會到後面可能會做到休閒旅遊面 所以在這裡面我們就想說 其實有危害率 本來可以危害到百分之九十一 它降低到百分之三十四年級 那第八週的時候降得更低 所以可以證明說 我農田旁邊種植馬力金的綠里 它可以吸引像瓢蟲這一類的天底來馬力金上面 那我們剛才也證明了說 它不只在馬力金上面 在綠里上面會停留 它也會到農田來幫忙我們防治害蟲 這裡也證明說 它非常有效的可以降低 我們白蘿蔔上面的牙蟲的危害度 它這個降低了百分之六十幾 另外第三部分的話就是 文獻裡面有提到 瓜類有很多尾雕病會發生 那把青蔥跟瓜類種在一起 到底會不會降低尾雕病的發生 因為各位有中後瓜類都知道 那種尾雕病發生的話是沒得救的 所以這個試試看 我們包含了絲瓜把它混植跟青蔥來混植 種在同一個穴裡面 那其中有一個有接種病原 有一個沒有接種病原 後來發現在我們吉安這裡的試驗田裡面發現 都沒有發病 沒有發病是不是代表這個試驗失敗了 事實上這個也證明了一點就是說 我們吉安這裡的土壤事實上是偏檢性的 所以你可以就是說在天井性的土壤裡面 其實本來就比較不利於尾雕病的發生 那我們這一次的試驗裡面又更加證明了這一點 所以像在吉安或者是北花蓮這邊 種瓜類的話尾雕病比較不容易發生 這裡也證明了這一點 那如果在酸性土壤的話 尾雕病的發生會比較嚴重一點 那接下來在隔一年度 我們會在挑選比較適合的地方 在酸性土壤裡面來做這一件事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祭壁植物對於蔬菜的黃條葉枣 蔬菜黃條葉枣 說實在是我們種十字花科蔬菜裡面 最麻煩的黃條葉枣 那有沒有什麼祭壁植物會對它有效 那這一次我們做的結果就是說 你這次選用的祭壁植物是薄荷 要採用混作 煎作 或者是薄荷泛土 或者是薄荷水來處理 那薄荷水這個是我們在裡面有同學 在那邊所做的一個 後來所做的一個初步的一個結果 那事實上這個處理 像薄荷這類的處理 大概可以撐一個禮拜 那兩個禮拜之後從此就會繼續增加了 那所以在操作上面其實 如果真的要利用薄荷這種東西的話 就是你去泡水去噴 大概每個禮拜就要去使用 它才會有一個基本的一個 祭壁的一個效果 那這裡的處理就是在網室裡面處理 發現用薄荷水處理的 它的白菜的那個重量會比較重 所以代表說有一些防治的一個效果 那後來就到田間去做 因為剛才發現就是噴薄荷水或者混坐 或者煎坐都有一定的效果 後來到田間裡面實際去做 那發現就是說黃蝦葉草同樣 大概一個禮拜的時間 它初期的時候都有效 那到後期就會比較沒有效 這個也證明的就是說 天然的一個物質 像薄荷這類的物質 你要它持續有效一定變成要持續去使用 因為它不像農藥一樣 吻下去它可以撐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以後都才有效果 所以這些東西是要持續去使用的 那再來第五個部分就是 我們接下來看生物對樣性的部分 那到底我們種植有機水稻田 我們生物對樣性會不會增加 所以這一個我們在做農田 像我們進行到三級產業的時候 這部分的資訊可以讓我們去做一個農田生態的一個導覽的解說 像我們那個港口部的那個書名那邊 我們同仁也有去類似這樣介紹 農田生態的多樣性的部分 那這一次我們調查在豐南村裡面 就是調查了種類 動物跟植物分別有 動物有三百多種 植物有八十七種 其中昆蟲跟蜘蛛就占了將近九成的一個數量 那我們進一步來做一個調查就是說 農田裡面其實從事有冠型的跟有機的 它的生物的種類會差於多少 有機的它的種類會比冠型的種類要多 就是生物多樣性會高啦 那有機的支數 其實所有昆蟲的支數跟泰種支數加起來這樣都差不多 可是有機的裡面的天敵數量明顯高於冠型區的一個天敵的數量 所以這也直接來證明說 有機農田裡面它對天敵是有善惑的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農田裡面我們所調查到的種數 它跟蜘蛛都實在有一個很大的密切關機 種類很多 那裡面到底什麼樣的種類它會比較多 它說蜘蛛的種類相當多 所以進一步來做一個資料的分析就是說 農田裡面你如果說像有機農田 我們也抓到了一個分析到了一個結尾 有機農田你如果發現 就是一般農田你如果發現蜘蛛數量很多的時候 就代表你這個地區的農田的所有的生物多樣性也也非常高 所以蜘蛛它是一個可以代表我們生物多樣性的 一個代表物種 所以下一次我們在不管任何農田裡面 像水稻田裡面你如果發現蜘蛛數量多的話 那就代表你這個環境是相當好的 你可以去間接去看 或者是我們一般農田有噴農藥的地方 你去看一下 如果蜘蛛數量多的話代表你這個環境可能已經恢復了 就是它的其他的物種也會多 這個我們就是找到一個蜘蛛作為代表性 所以以上就做一個結論就是說 在農田種植綠椅 它綠椅上面的飄草可以移動到農田裡面來做防治 它可以對於牙種有一個很好的防治效果 剛才有提到就是說蜘蛛對於我們環境裡面 你可以作為一個代表性的物種 蜘蛛數量越多代表我們環境裡面 生物多樣性越高 這個回去大家可以試試看 去調查看看 以上我就針對這幾項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希望各位看看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意見可以分享 謝謝 謝謝